哈喽 大家好 我是台湾VR AR产业协会的秘书长Cory 今天非常开心能够来到这里 跟大家来聊聊VR是什么一个玩意儿 那在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分享之前呢 我想还是很快地跟大家介绍一下 VR是什么一个科技 简单来讲呢 VR虚拟实境就是一个利用3D动画技术 所创造出或者是重现跟还原一个事件 或者是一个现场 并且呢 透过一个特定的一个装置 或者是一个显示设备 让我们可以穿梭时空 然后到达那个现场 然后去体验那个事件 跟那个事件做当下的互动 所以听起来其实很奇妙对不对 它是可以穿梭时空的 所以今天在一开始呢 我们就要有一个小小的时空冒险 所以在这边可以大家看到 这是一个时空门 这个时空门呢 它可以带我们去到 回到不同的时空当中 那现在呢 我们就要进行这场时空的冒险了 OK GO 现在呢 现在呢我们的时间呢 开始了往前不断地回溯回溯 一直到达西元前 西元前一万年 五万年 十万年 一直到最后的西元前 一百万年以前 好 这个时候呢 大家我们现在在一个山洞前面 然后外面下着大雨 所以呢我们只好走了进去 但是我们发现 既然里面有个我们的老祖宗坐在里面 然后他看到我们 非常的惊奇 我们看到他也是很讶异这样子 正当呢 喂 我们就想说要互动的时候呢 结果 没有想到外面一声雷响起来了 发生什么事情 好 所以我们跟老祖宗 赶快跑到外面去看一看 结果发现呢 在外面我们发现了火 好 那火对我们来讲 当然我们都知道那是什么嘛 可是要想想看老祖宗 那是他们人生第一次看到火焰 所以对于火焰来讲 他是又好奇又畏惧 到底这是什么玩意儿 他可以怎么样 他可以做什么事情 所以基于好奇心之下 我们的老祖宗走过去靠近他 拿起了火焰 并且开始使用他 结果这样的一个使用 让我们的整个人类的世界 进入到一个新的世代里面 火不仅让我们有自我保护的能力 更重要的是火也让我们 能够产生一种新的生产能力 我们发明了野铁 所以让我们的生活 从一个血居的时期 进入到农耕 甚至是进入到工业时代 以及最重要的是 我们现在的网络时代 所以最后我们回到今天 这个时刻点里面 我们想想看刚才我们所 经历的这一段的 短短的时空之旅 想想看我们的老祖宗 那个时候当他们遇见火的时候 如果他们的心情是 哎呀 这什么东西好可怕哦 我拒绝它 我排斥它的话 那我们的生活就没有 像刚刚讲的这样的 一连串的进化 也不会来到我们现在的 这样子的一个繁荣的 一个警茂当中 而VRAR今天我们的主题 就是这个世代的 一个新的科技火种 它呢即将会带给我们的生活 帮助我们的生活 进入到一个全新的 虚实整合的生活进化里面 那什么叫做虚实整合呢 其实有两个层次 第一个呢 是叫做在现实当中去体验虚拟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VR 虚拟实践 那另外一个大家可能已经开始 有感受到的 也就是在生活当中 虚实的叠合 这是叫扩增实践 AR 那再用一个更简单的例子来讲的话 就是大家最近一定有玩过的 Pokemon Go 宝可梦 开着手机你就可以再去直接做个抓怪的动作 看到一些虚拟的小怪物出现在现实生活当中 那我们今天呢最主要的主题还是在VR VR是怎么样改变我们的生活 我想我可以用六个层面来跟大家分享 第一个呢是VR改变了我们的沟通方式 大家可以想想看 像不管我们现在可能我们要学习 或者是我们要去开会啦或上课 我们一定要来到一个地点对不对 你如果没来的话你就缺席 你就不知道这个当下的现况的事情的状况 但是呢现在有了VR之后 不管你在哪里 只要这个台上有一个摄影机 一个VR的摄影机 然后同时结合即时串流的技术 当你在任何的地方 只要你带起这样的一个虚拟的装置 你就可以在里面看到现场的一举一动 而且你就好像在当下的这个地方一样 所以它其实让我们的生活互动 打破了所有的区域的限制 它可以让我们不用只是一个 平面地观赏这个事件而已 其实可以让我们走到这个事件当中 那这就是为什么Oculus Facebook要投资20亿美元 在Oculus这个VR上面 而且他们现在Oculus 正在非常致力地在开发一个叫做 Social VR的应用 然后其实行业圈里面也认为 Social VR会是整个VR产业里面的一个 杀手级的应用 它会带来很大量的user来使用VR 再来的话就是在教育了 那以往我们再学习一个知识 大家可能应该有印象 面对一些很难懂的一些天文啊地理啊 或者是一些历史的一些事件也好 或者是现象也好 可能当我们不理解的时候 我们就是想办法背下它嘛 或者是我们就想办法把它 就是自己用自己的想象力把它 把它记住 但是现在有了VR之后呢 知识的学习就不是一种条列式文字化的学习 你可以透过这样的装置 然后进到知识里面 而且把这些知识具象化 就好像我们现在看到这影片里面 这些学生们 他们正在学习一个地理的一个现象 他们可以带上VR 他们可以看到这个地理的 这个现象的一个实际的状况的发生 而且透过操作 去操作学习这样的一个知识 所以知识能够被具象化 能够游戏化的学习 其实会让对学生们来讲的话 会提高学习的意愿 甚至是提升他们在学习里面的成就感 这是一个台湾厂商的一个作品 再来的话 这也是我觉得最棒 在VR在一个生活上的突破 也就是在创作上的突破 VR其实可以让我们 以这个例子来讲 它是Google Tealbrush一个作品 它可以让绘画这件事情 从以前你只是一个平面的绘画 但是呢 在当你用了VR之后 你可以走进去你的绘画当中 而且你的绘画的本质 已经是变成一个立体的 所以你可以上下左右 去观赏你的作品本身 然后去感受那个作品 当下所创造出来的那个生命力 跟那个渲染力 是不是你所要传达的 好 这个是对于创作者来讲 那对观赏者来讲 当然也更是这样子 你可以直接地进入到作品里面 去感受它 第四呢 是娱乐 那娱乐的话呢 其实如果说有同学喜欢玩游戏的话 一定会非常期待VR的游戏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以前我们玩游戏 只是在电脑前面打 这样玩一玩 在荧幕上面 荧幕前的互动 可是未来 VR让我们进入到游戏当中 而且更棒的是 我们进入到游戏里面 我们可以选择在游戏里面战斗 或者是我就是在旁边观赏 观赏我的朋友的战斗的过程 所以像Sony PlayStation VR 他们其实主打的一个VR游戏的重点 就是他希望能够透过VR的游戏 两代的 让你的家长跟孩子们一起玩游戏 孩子在里面战斗 可是家长可以带着VR 看到他孩子的一个战斗的过程 然后去了解 为什么他这么喜欢在游戏世界 为什么他们这么迷游戏世界的一个原因 透过亲身的体验 第五呢 最后第五呢 是在购物的地方 购物的部分 那VR其实 我们现在已经都有电子商务 我们可以很轻易地拿起手机平板 滑呀滑呀就完成购物 但是未来 应该说现在有了VR之后呢 我们戴上这个虚拟的装置 我们就可以走进 像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3D的虚拟的商城 而且更重要是呢 在现在的VR结合了所谓的语音识别啦 人工智慧之后呢 你可以在这样VR的环境购物的时候 同时那个APP告诉你说 你现在想要买的东西的价格是多少 你的朋友推荐哪一些东西 他可以及时地在VR的环境里面跟你做互动 然后告诉你 推荐你你该买的东西 所以这让我们的购物流震 这就很像我们真的 好像走到现实的商场里面 然后去跟人的互动一样 但是最大差别是 你不用再走出去了 你在家里面就可以完成购物 这是VR购物 而且其实现在阿里巴巴 这家非常大的电商巨头 他已经真正已经把这样的概念 落实化 已经在这11月的时候 他推出一个VR商店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找找那个 他们的购物节 一定可以看到VR商店 最后最后 我觉得这是我自己很喜欢 就是其实有时候我们压力大 我们都会很想要能够走出去啊 或者是找一个密闭的空间 把自己锁起来沉淀 对不对 那现在有了VR之后呢 当我们带上这个装置呢 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案例 这是一个新创团队 他用VR开发了一个APP 这个APP呢 它的特别是 它在这个显示装置前面 放了一个侦测器 所以当你带上 带上这个VR的这个headset 就是头盔之后呢 它可以去侦测 去获得你的一些 一些生物上的一些反应 比如说呼吸的 心跳的状况啦 甚至是皮肤的 电流的一些反应等等 它把这些生物数据呢 收集完成之后呢 去生成一个 跟你现在这个使用者 当下心境 独一无二的匹配的一个 一个一个 一个虚拟的世界的状态 所以更简单来讲说 当你在玩这个APP的时候 如果你现在情绪 是非常开心的话 你走到这个APP里面 你看到世界 可能就有云彩啊 小鸟啦 有那个彩虹啦 非常欢乐的世界 可是如果说 你现在是非常暴怒的话 你走进去的话 可能你会看到 也许是一个 当掉你的老师 或者很欠扁的同学 坐在那边 当然是开玩笑 那像这样子的一个 情境呢 其实现在已经 非常大量地运用在一些 我们讲的冥想 VR的冥想 利用VR的装置 来帮助人们 去找到一个 心灵的一个 解脱的一个空间里面 但是你又不用 实际地去旅游 所以呢 其实上面呢 这些都是VR的一些 在我们的生活上面 产生的影响 但更重要的是 其实这个技术 虚拟实际技术呢 VR 虚拟实际技术 已经在很多的行业里面 产生非常多的 新的产品 或者是新的商业模式 不管是在娱乐 或者是房产 或者是在教育部分 那对于现在 我们在这个地方 当我们来思索 AR或VR 这个所谓的 新一个世代的 一个科技火种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能够 像我们过去 我们的老祖宗一样 当我们看到 这个火焰的时候 我们不是害怕它 拒绝它 因为其实在今年 如果有些同学 比较关注媒体的报道化 可能会看到 可能一些专业的人士 会说 Sophia这东西 还不稳定啊 或者是 这个感觉会泡沫化 等等的一些迟疑啦 或者是一些 犹豫等等的 那其实就很像 我们刚刚讲 那个老祖宗看到火一样 他其实 对他来讲 这是一个新的事物 他不了解 他也可能会畏惧 但是呢 其实刚刚 从刚刚前面那些例子 你已经可以看到 Sophia已经不是 你在畏不畏惧 或者是 拒不拒绝的事物 它应该是 你应该要敞开心胸 努力地去探索它 去了解这样的一个新科技 如何地在 你我的生活当中 去改变 甚至是产生 更多我们想象不到的 互动模式 又或者是应用的情境 所以呢 我们常常 这句话常常在今年 很多的行业的人士 都会提到 因为VRA 这个本来看起来 是小说家中的这种 小说笔下的这种黑科技 但是呢 这些东西都在现在 一一地成为真实 但是对于今天的同学 以及我们已经在投入的 这些专业人士来讲 其实这个行业 这个科技 到底能够走多远 甚至它可以影响多少 这个问题 真的是需要有 非常多的年轻的朋友们 一起投入 不管你是学设计的 还是学城市 城市的 又或者是 你是做企划的 大家可以一起来 聚集在一起 打开你的想象力 来去 去尽情地去想象 这样的一个科技 怎么样地改变 你我现实生活当中的 这样的需求 以及会怎么样产生 互动的一个影响 所以非常欢迎大家 今天呢 就非常简单的 一个时间 来让大家看到 VR是怎么影响 我们的生活 也很希望 透过这样的新观点分享 鼓励大家 拥抱VR 进到这个行业里面 一起来摸索 所以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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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